粉丝提问,为什么不加入开车设计功能,以后会加入吗? 熟悉这些断游的玩家都知道,断游早就加入了骑摩托车能用手枪的功能 可是手游迟迟没加入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,开车难操控武器,这应该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手游不比断游那么好操作,因为断游电脑屏幕够大,操作都是鼠标和键盘 而手游是屏幕上的小按钮,屏幕也小得多 两边开车边射击命中非常难 你想想,就连在乘坐位射击都不容易 更何况是边开车边开枪呢 二,没有必要,断游加入的也仅仅是骑摩托车能用手枪 其他车型武器都是不行的 你想想,手枪在游戏中超级弱 而摩托车在手游更是很少有人选择 即使加入了开车设计功能,又有多少人会用呢? 所以根本没必要加入,那么以后会加入吗? 答案显而易见了,基本是不可能的 要加入应该早加入了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我们下期见哦